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寒线点边 每七人一属 最后与五人 那每八人一属 一属的话 不足三人 不足三人事实上就是与五人 就是说 你给他加三人就可以整除了 代表他与五人 他是与五人 他与五人的话 你再给他加三人的话 就可以整除了 那七人一属呢 是不足七人 不足七人代表 你把他加七人就能够整除 加七人就能够整除的话 代表他是与五人 与五人的话 你再给他加七人的话 刚好可以整除 所以七人一属与五人 八人一属与五人 十人一属与五人 那假设他有N个人 N个人你把他扣掉 这个余数的话 刚好可以整除 也就是N-5 它是什么倍数呢 七八十二的倍数 也就是说 N-5 它是什么呢 七八十二的倍数 也就是说 七八十二 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七八十二 最小公倍数的倍数 K 因为他说 问说N最少多少人 所以K就是等于一了 上就是这个就是最小公倍数 好 那我们把它算出来 这个是 七八十二 求最小公倍数 可以用四 七十二的八十三十二 那这样等于多少呢 这个是等于 这个是 四七二十八 二十八乘以六 六八四十八 即四 六十二 一百二十八 这个是等于一百二十八 所以N的话呢 有几人 士兵有几人 士兵的话有一百七十三人 一百七十三人 所以这一体应该要选D 一百七十三人